我們現在在兩岸和平大法會的現場 各位早安,我們現在在兩岸和平大法會 那現在還在前製作業,我們也剛剛抵達 我們現在在直播 哈哈哈哈 沒關係啦,這人就好了 哇,是勁啦 嘿 還坐下,坐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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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麼忙還趕過來 你這麼忙還趕過來 哇 哇,依然那麼瀟灑也沒有老 啊,你客氣 這邊的很多師兄師姐都非常歡迎我們周縣長的到來 我們這邊可以看一下齁 我們這是希望兩岸和平 好,他們現在要拍照 我們在這個地方齁 馬上看到對面就可以看到廈門 好,等一下可以拍給大家看 如果大家在有來金門玩 或是說是金門的在地人 其實會真的非常希望戰爭不要再發生 因為這邊是我們中華民國的第一線 沒錯,我們在金門 沒錯,我們在金門 今年是 那個我們 823炮戰的61週年 我要跟他們一起拍 可以幫我拍個照 來 來來來 我們也是從台灣來的 好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師兄師姐們 也是從台灣過來 非常的熱情 像我們在早上吃早餐的時候也是一樣 非常多的民眾 看到虎哥都非常開心的跑過來 跟虎哥合照 好,趁這個空檔齁 我們來拍一下 不知道各位看不看得到 對面有西西蘇蘇的建築物 那邊就是廈門 我們昨天 我們聽到在地人說 廈門島 比金門島還小 那結果咧 廈門島 竟然有700萬人 那金門島 只有將近13萬人 而且大多數都是幽靈人口 就是說 只有千戶籍來這邊 並沒有來這邊住的 讓我們知道說 發展啊 這個速度真的是差了非常多 好 我們現在在做現場跟大家打招呼 跟各位師兄姐們打招呼 起司來 裘門島 真的祝福 晚安 你們 wherever 我們來這邊有請 你們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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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虎哥非常的謙虛喔 但每個地方都是跟大家問好 親和力十足 這也是大家喜歡虎哥的原因 因為虎哥沒有官二代沒有正二代的價值 非常的親民非常的接地氣 沒有沒有沒有 現在這是 對是的 今天是虎弟 對 我們要不要在這邊直播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是法船 我們看到這是法船 這很好就是金門大橋 到列宇的 到列宇的嗎 對對對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在劍 他現在吵得已經不是 你認識我 不認識我 陸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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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門港的主委 不是 他是這家的主委 他是這家的主委 他幫你們造個像 主委 在金門的主委 主委 來 總幹事老 幫你們造個像 謝謝 目前在金門 我們在大金門 我們看看 我們看到那個 列宇的那個 金門大橋有沒有 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邊 金門大橋 橋對你都出來了 還有一大段的距離 那在這後面有沒有 大家看到這後面這個部分 有高樓大廈 那裡就是廈門 所以 住在這邊的人 完完全全真的 不希望要有戰爭 我們請虎哥來分享一下這兩天的一些心境 還有這一天的感受 今天我們來最主要是幫兩岸 在戰爭的時候 在戰爭裡犧牲的一些官兵以及百姓 來到這個地方 看到這麼多兩岸潛城的宮廟 其實是200家的台灣的宮廟 然後跟大陸的一些宮廟 大家有這個心 同時也接到指示 有心來做最大的一次的法會 那這個法會呢 我在兩個月前就接受到邀請 那麼同時來到這裡 心裡的感觸真的非常的多 在我後面那個叫金門的大橋 這叫大橋就是大金門跟小金門 連結起來的一個大橋 那個大橋呢 在過去呢 大家開玩笑講說 每一次到選舉的時候 橋就扶起來了 選舉完以後 橋就沈下去了 因為從來以前就沒有承諾 能夠把這條橋做起來 現在開始做這條大橋 連結大金門跟小金門 那在這裡各位可以看到 將來要燒的一些法會上用的一些 這邊大家可以看用甘蔗打起來的 下面一些花朵 那中間還有一些蓮花 還有一些貢品 那走到這裡我覺得最有趣 一定要跟各位介紹的就是 因為這是一個兩岸的法會 所以兩岸的法會呢 可以看到兩岸的國旗 我們把兩岸的國旗都放在一起 很有趣 這就是梅花 我們的國花 然後到時候兩岸的 所有的一些 宗教界的朋友會聚會在一起 一起來辦這一場大的法會 用一個心來超度 過去因為在兩岸的戰爭裡面 犧牲過世的一些官兵跟人民的亡靈 希望他能夠獲得平安 但是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希望兩岸不要有戰爭 兩岸能夠合同 兩岸一定要合同 這就是大家的心願 大家的期許 大家的這一顆真心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場法會裡面 在這裡看到的金門 金門羅天 喜安直服兩岸和平大法會 各位看到那個字沒有 兩岸和平大法會 就是要和平嘛 我們千萬不要有戰爭 我們就是要和平 就是要兩岸的和平 這是我們大家一起在追求的 不要用那些政治的言論 去讓兩岸人民喪失了 和平的機會 我更希望 蔡英文跟民進黨 不要再建立 對大陸的仇視 因為我們所有的人在兩岸 我們都是同一個民族 中華民族的人 我們都希望能夠 一起和平的生活 更希望經濟上 大家能夠和平共融 文化上大家 一起來夠復興 所以今天這個法會 對我來了 我的心裡的感受 是跟許多的人 藏在心裡的感受 是一樣的 就是我們都希望和平共融 我們都希望大家 子子孫孫都能夠平平安安 不再有戰爭 不再有人命傷亡 不再有恐懼緊張 不再有政治迫害 所以我今天來這裡 跟大家一樣 我只是一個心願 祈福 希望我們所有的同胞 大家都能夠和平 平安 安全 繁榮 快樂 一切美好的事情 都會發生在兩岸的人民身上 也期待這次的選舉 能夠真正的和平 真正的民主 好 虎哥 那個我們線上 有來自廈門的 我們好粉絲來關注我們這個直播 要不要跟我們對愛的朋友打個招呼 廈門的好朋友大家好 我們還有很多台灣的朋友 還有台灣所的好朋友大家好 對 謝謝大家關注這個法會 那麼也謝謝大家關注兩岸之間的和平 我真的希望跟大家的心一樣 攜手合作 共創和平跟共融 好 謝謝 那我們今天先到這樣 那等一下如果有還有什麼 好嗎